凤梨花 我们将为您讲述 您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在中国的花卉界提起一位叫毕景雅的人 很多人都夸他 能折腾 原因是他让一种需要进口的花走上了国产之路 价格从几千元一盆一下降到了几百元一盆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花 老毕又是怎么个折腾法呢 这位就是毕景雅 他折腾的花就是这种大绿叶子的花 几年前这样一盆花都要卖到上千元 现在一盆只要一两百元就成交了 这种花的名字叫做凤梨 其实波罗也叫凤梨 只不过此凤梨非比凤梨 因为那种凤梨是吃的 而这种凤梨是观赏用的 而且养这种凤梨还有很大的好处 第一 凤梨比较养眼 我们都知道 多看绿色景物对眼睛好 而凤梨的叶子呢 就是又大又绿 而且是这种油润油润的绿 看着很养眼 凤梨的花也比较特别 圆的 扁的 菱形的 球形的 还有这说不出是什么形状的 看上去特别有风格 第二 养凤梨等于养了加湿器 秋冬季节北方的天气干燥 人们都喜欢在屋里放台加湿器 凤梨就是天然的加湿器 因为凤梨花有一个特殊的构造 叶杯 里面能够存下一些水 水自然蒸发 也就给房间里加湿了 第三 凤梨还能够净化空气 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都要吸入二氧化碳 浮出氧气 凤梨有着又宽又长的叶子 需要吸入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对于室内空气有很好的进化作用 既能养眼又能当加湿器 还能够净化室内空气 这凤梨花可真是个好东西 在一些平院的阳台 宾馆 甚至是一些高档的会议室 都能看到凤梨花 我国凤梨花每年的需求量 超过了两千多万盆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朝阳品种 它会蒸整日上 而且现在产量呢 国内产量呢 并没有完全达到国内的需求 有的时候 尤其年年宵化的市场呢 各个生产厂家的这个货源呢 尤其品质稍微好一点的 基本上一个月 甚至一个半月两个月之前 就已经定光了 老B说的年宵花 是指从元旦到春节 再到元宵节 这一时间段的用花 凤梨花颜色很亮丽 绿绿的大叶子 颤着红红的大花 看上去很喜庆 能够添加节日的喜庆气氛 每年在这一时间段 凤梨花的销售额 都有七亿多元 许多商家都看好它 但是工厂化生产凤梨 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得有钱 而且得有很多很多钱才行 种凤梨花 这钱都花在哪了呢 养花用的材料吗 温室设备 还是水电费人工费呢 这些呀都不是主要的 钱花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苗 凤梨苗很贵 价格呢非常昂贵 很小的种苗 大概有七八公分大的种苗 它要卖到十四 十五或甚至十六 甚至还要贵 最普通的品种 最小的一颗苗 也要卖那么贵了 好品种的苗 更是贵得要命 便宜点行不行呢 不行 人家卖苗的可不给打折 因为它们都商量好了 过去这个凤梨的种苗呢 是完完全全 由国外的几家公司 供应中国内地 世界上最早生产凤梨的 是以比利时为首的 几个大型花卉园艺公司 它们设备好 技术好 形成了一个凤梨产业链 好的凤梨鸟 都是它们生产的 俗话说 苗状半收成 要想养好花 先得有好苗 你要想用好苗 就得买国外的 不仅如此 要想让花开得好看 后面还得买它们的肥料 那肥料 也是贵得要命 用人家的苗 再用人家的肥 再加上生产管理费用 养成了凤梨花 拿到市场上 随便一盆都不便宜 好一点都要好几千元 过去呢 一盆凤梨花 比如说红青 吉利红青 那么进入家庭呢 基本上作为奢侈品 过去 虽说凤梨花卖价很高 但我国的花农 却挣不了几个小钱 就是因为成本高啊 中国有那么好的凤梨花市场 咱们为什么不自己育苗呢 很多人都想过这个问题 有些人也花了不少心思 去试验了 可是都没有做成 因为有一个组培技术 突破不了 凤梨花的育苗 都是使用组织培养的方式 也就是组培 组培是一项技术 从植物身上切一小块 放到营养液里 几天功夫就能长出苗来 但是凤梨的组培技术 难度很大 国外那些大公司 也是试验了很多年 才试验成的 老毕琢磨着 要想打破国外的垄断局势 那就得有国产的凤梨苗 他想请个会弄的人来试试 于是他请来了 石家庄园林植物科研所 很有名气的育苗工程师 张燕 让张燕去敞开了试 张燕 别看人年轻 名气可不小 他用组培的方式 成功培育出了青苹果和红掌 在花卉育苗界 能够组培成功红掌的 那就说明水平是很高的了 与花卉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张燕知道 凤梨花可是个好东西 就是价格太高了 老百姓舍不得买 要是自己组培成了 不止我国的花农们得了石灰 消费者也跟着沾光了 于是他很痛快的答应了老毕 因为呢 他是组培的植物啊 他都有一些共通性 所以的话 我觉得心里还是有标有底的 对这方面组培的方面呢 也比较有信心 凤梨的身上有叶 花还有芽 选哪部分的组织合适呢 但是张燕 依自己十几年的组培经验判断 最好的地方是叶芽 最主要是因为那个花芽呢 它那个组织呢 太幼嫩了 一消毒呢 非常容易死亡 叶翘呢 虽然它消毒那个时间 非常好掌握 但是呢 它那个出芽率呢 就太低了 也不太适合我们这个工厂化生产 所以最后我们选叶芽进行组织培养 凤梨花的叶芽 是从叶杯周围长出来的 每长出一批叶芽 凤梨个头就拔高一股结 张燕和另一位工程师张山 小心翼翼的取一下叶芽 我就取了啊 你就把这个上面的包片 露那个绿的一点点 它这样的话就是刚发育成 然后它里面那个内源激素含量非常高 把这个掰了 摆得掰了 小心点啊 别把那个生长点弄坏了 往下掰点 尽量弄深一点 往下走点 对对对 就这样 好嘞 非常好啊 叶芽是切得非常好 可出来的结果却是一团糟 别看张燕能把青苹果和红掌组培得很顺手 可到了凤梨这里就玩不转了 他把以前的绝活全派上的用场 可不管怎么弄 得到的都是一团又一团的霉菌 凤梨的组培究竟难在哪 这些霉菌又是怎么长出来的 这就与凤梨的组培方式有关了 凤梨的组培先要选好叶芽 清洗 消毒 再切成小片 每一个小片放进一个瓶里 瓶里有营养剂 叶芽里的细胞吃饱喝足了 就能长出小苗 小苗移栽到花盆里 长大了就是一盆花 那么张燕祖培凤梨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了呢 是最初的消毒上 叶芽放进容器后 很快发霉了 这说明消毒不过关 张燕有些疑惑了 凤梨的叶芽为什么那么难消毒呢 自己那一套在青苹果和红掌上用着很成功的组培方法 到了凤梨这里 为什么就不灵了呢 你看我有的时候像祖培别的东西的时候 我都基本上都不用看时间 我就看颜色变化 我就不断的震荡啊 看什么的啊 她好像有时候心里有提醒你 差不多了 就行了 我也觉得差不多行了 她就真行了 心里一想行准行 她就是行 但是凤梨不行 弄得我很郁闷 同样都是花 同样都是祖培 同样都是用叶芽 凤梨到底特殊在哪里了 张燕不得不重新研究了 这主要是因为她那个凤梨的植物生长特性比较特殊 凤梨呢 她不像普通的花卉那样 用根来进行吸收水分和养分 她主要是用她的那个叶片包围合成的叶碑来进行吸收 凤梨的叶碑 其实就是叶子和金连接处的这些窝窝 别看这些窝窝不大 但对凤梨来说 却是生存的法宝 凤梨花原产于非洲丛林 那里花草树木特别多 是一个强者生存的地方 可论个头 凤梨比不过周围的丛林灌木 阳光雨露 凤梨都抢不过它们 论吃喝 凤梨又抢不过那些低海的植物 因为植物都是用根吸收养分的 而凤梨的根系又不发达 为了生存 凤梨净化出了长而宽的叶片 可以从灌木枝叶缝隙中多得一点阳光 叶片的下面还净化出了一圈叶碑 能够储存雨水和露水 不仅可以留着自己慢慢喝 还能够补食 一些个头小的蚊虫 一不小心淹死在叶碑里 就成了凤梨的美味 这样它就再也用不着和别的植物 争吃抢喝的了 叶碑就好比是凤梨的胃器官 用叶碑吸收呢 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就是它吸收养分跟水分 那它也吸收不同的那些杂质 所以的话我们在组培过程中 要去掉这些杂质是非常困难的 胃里又有水又有肥 培养了很多杂菌 而叶眼偏偏就是在胃里出生 在胃里长大的 也沾染了一身的杂菌 各种梅菌都有 有什么青梅菌啊 曲梅菌啊 绿梅菌之类的 杂点非常多 杂菌越多 祖培育苗时清除起来就越麻烦 可清洗这一关过不了 凤梨的祖培就成不了 想想的嫩眼 而急不得也慢不得 张燕反反复复的试验着 久经年 紫外光 消毒液 不断的加大用量 终于有一天 小苗组培出来了 张燕喜出望外 可是 她还没来得及告诉老碧呢 问题又来了 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立马就不行了 按说其实呢 假如在组培过程中 假如说超过七天 要是没有菌啊 没有污染啊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的 就算成功了 但是这个凤梨啊 一个月超过了 她还就给出状况 就特别心疼 你知道吗 无论张燕怎么努力 放进瓶子里的夜眼组织 就像是被施了魔咒一样 过不了几天 就会变成一团黑 张燕郁闷不已 老师也是做不好 反正是有时候压力 也比较大一些 有时候就不愿做了 总觉得做的跟做的白衣 那个无用功也差不多 张燕心里想着 认灾吧 她忐忑不安的 又见了老碧 想结束试验 可话还没说出口 老碧就告诉她 国外又培育出来 一个凤梨新品种 叫个电脑宝贝 专门放在电脑旁边用的 价格比其他凤梨都要贵 而且人家用的 就是夜眼组培 而张燕试验用的 也正是夜牙 这说明 他们的试验方向是对的 坚持下去 说不定就能成功 张燕的热情 又被调动起来 她重新坐回到操作台上 整理着思路 无意中 看到这个棕色瓶子 她的脑子里 立刻闪过一个念头 以毒攻毒 先去胃里的毒 再去牙中的毒 稀释后的消毒水 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凤梨的胃 也就是夜杯 连冲几天之后 一些基础的杂菌被杀死了 胃清洗好了 再采里面的叶芽 叶芽采下来以后 先清洗 再用紫外线灯光照射杀菌 在一层层剥离叶芽外面的叶片 剥掉一层 就用酒精浸泡消毒一次 接下来就要用到 那个棕色瓶子里的东西了 瓶里装的是一种特殊的物质 三仙丹 名字虽然好听 可千万别吃 三仙丹学名氧化工 是做催化剂 颜料 抗菌剂等用的 但是它有毒 能毒死好多细菌 以前张燕也只是偶尔用它做分析试剂 这一回 他想用氧化工 对叶芽进行浸泡杀菌 这叫做以毒攻毒 叶片要浸泡多长时间合适呢 张燕经过反复试验 得出了结论 消毒时间就是13分钟 正数不超过1分钟 低于12分钟呢 它的杂菌去除不掉 14分钟以上呢 很容易烧死 13分钟的浸泡之后 赶紧把叶芽表面的氧化拱吸干 这样杂菌消灭了 还不会伤害叶芽内部组织 接下来再进行切片装品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凤梨小苗总算出来了 成活率能达到80%多 这意味着凤梨的组牌成功了 毕竟雅和张燕兴奋不已 这消息在业内很快传开了 国内的生产商争着签合同买苗 可老毕一苗也没敢往外卖 第一批凤梨苗组赔出来 老毕没敢往外卖 因为它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得自己先养养看 几个月养下来 结果还真是不妙 养凤梨首先是为了观赏的 如果叶子干枯了 花也没有了 那还看了什么劲呢 张燕和老毕赶紧查资料 发现这是蓬中毒的症状 蓬是很重要的微量元素 能够预防骨质疏松症 还可以强化肌肉 运动员尤其需要补充蓬 农作物缺了蓬 叶片会变黄 出现畸形 果实也不饱满 但是凤梨偏偏就是不喜欢蓬 建了蓬就发烧 好好的叶片都能烧出干烧来 这个发现让老毕大受启发 因为过去养凤梨 如果不用国外的肥料 也会出现叶片干枯的现象 那么人家的秘诀 会不会就是把肥料中的蓬元素 给剔除出去了呢 老毕赶紧找工人化验 结果出来了 人家的肥料里真的就没有蓬 原因找到了 张燕在祖培时给叶牙吃的营养液里是有蓬的 祖培苗里含有蓬 移栽之后浇的水中也有蓬 一天天积累下来 凤梨就出现了蓬中毒的症状了 道理明白了 张燕在配置营养液时去掉了蓬 老毕又上了一套净水设备 过滤掉水中的蓬 又一批苗试验下来 叶片枯边的问题解决了 花也开得很艳丽 这一下老毕心里有了底 他一下添置了十几套组培和育苗设备 真正开始了凤梨的育苗生产 仅用了半个月时间 张燕和工人就繁育出了200万株凤梨苗 老毕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供应给花农 这一下国外的几大肿苗商 有些吃不住了 国外的有些种苗公司争先恐后的降 现在只有最便宜的降了四块多钱了 所以这么给咱们国内的种植商 确确实实的降低了一大截生产成本 降得很厉害了 老毕自主知识产权的凤梨鸟 让原本十五六元一株的种苗价格 一下降到了四五元一株 花农们的压力没那么大了 老毕又把过滤膨元素的技术交给大家 从国外进口肥料的成本又省下不少 这下我国的凤梨产业有了大发展 比如说几公顷的温室是吧 规模有了品种有了 数量也上去了 而且质量现在养得也非常不错 国外一些个这个同行啊 或者业内的种苗工商呢 他也认为中国现在凤梨养得非常不错 尝到了自主研发产品的甜头 我国的凤梨生产商们有越越越试的想搞育种吧 老毕与大伙商量着眼光要瞄准国际流行趋势搞研发 在60多个凤梨花品系中 每家主供几个系列 大家促开经营 既有利可赚 又能让消费者买到便宜的凤梨花 经过两年多的试验 我国高等级的凤梨花即将推向市场 而一些常规品种的凤梨花 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 也逐渐降下价来 最便宜的一盆凤梨花 如今只要几十元就能买到了 随着国产凤梨的上市 市场上凤梨花的价格普遍下调 凤梨花再也不是奢侈品了 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凤梨花 不再受制于人 生产的利润也有了提升的空间 这就是科技的魅力 好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ABC 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和科技院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 以及移动客户端 来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海马资源紧缺 价格昂贵 人工养殖 却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因为海马有特别的天性 明明是雄性海马 偏偏要怀孕生子 而且还忠于爱情 怎样让海马的爸爸多怀孕 如何解开这段难题 科技院下期讲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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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